读懂新时代共筑中国梦 欢迎关注新华社评论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宁夏考察时 对民族地区发展和脱贫攻坚等工作 做出新部署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 总书记再次宣示了我们党 带领各族人民 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的坚定决心 汇聚起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 总书记多次到民族地区调研 行成万里不忘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对少数民族群众 和民族地区的关心关怀 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部署 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 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 为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提供了重要遵循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汇集全体人民的小康 仅意味着经济社会各领域的 全面发展进步 更意味着覆盖的人口要全面 没有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 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 各民族团结携手迈入全面小康 是14亿人民的共同意愿 体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打赢脱贫攻坚战 是民族地区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的 关键意义 也是当前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 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有11个位于民族地区 或包含民族自治地方 中央确定的深度贫困 三区三州都在民族地区 这是一场只能打赢的攻坚战 必须迎难而上 啃下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 为如期完成脱贫任务 打下坚实基础 打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 要在不短板强弱项上下功夫 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持续发力 要在精准试册上做文章 培育民族地区特色优势产业 要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上 动脑筋 努力克服疫情不利影响 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要在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上 出十招 把扶贫同扶治 扶治更好结合起来 增强民族地区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 一部中华民族史 就是一部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奋进史 56个民族 新手相牵不懈奋斗 就一定能用汗水 浇灌出全面小康的幸福之花 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